將來的Excel 所以我們順便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以後如果新的這個Microsoft 365裡面 它會在那個Formula應該就另外有一個面板 Excel裡面翻譯應該叫公式 公式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Insert Python 也就是說以後新的版本呢 它會直接把Python這個程式語言 直接就幫你植入到Excel裡面 然後會放的位置是在Formula Formula就公式裡面 所以公式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是在 因為Excel打開嘛 這邊公式啦 所以將來的位置應該會是在類似像 名稱管理員這邊有沒有 插入函數嘛 它會在這邊幫你加了一個這個叫什麼 就是Insert Python 就插入那個Python程式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寫Python程式 甚至引用它現在已經有的相關的套件跟模組 也都可以 所以喔 以前可能是一個盲點的部分 那現在基本上 哇 等於感覺上 滿期待的新的版本 但不過有個問題是說 你可能一定還是要升級 如果你沒有升級 舊版裡面呢 還是沒有這個Python的功能 那第二個啦 大家可能會關心說 哇 那如果有Python之後 會不會把那個 像現在我們現在寫的Visual Basic 是不是給取代掉 不過看起來好像是不是 是兩個都並存 也就是如果你將來呢 你想要寫VBA 那你就寫VBA 可是以後如果你想要寫Python 你一樣可以透過Python 來寫出你要的這些這個函數 所以其實我覺得滿值得期待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講到的 這個紫外線 這個就是 也是行政院環保 所以其實還滿像的 它有點像是 同一個單位做出來的資料 所以我剛剛第一件事情 把這個Json檔打開來之後 然後呢 先丟到哪裡呢 先丟到那個 這個JsonEdit裡面 跑跑看 所以一樣 我先切到Test 然後把什麼呢 有點討厭 這一直跳出來 把這個跳出來的這一個Json檔 直接就把它貼到這個JsonEdit裡面 是不是可以把它 先放下面 然後呢 Ctrl-A 就全選 然後Ctrl-C 複製 貼到這個JsonEdit裡面 做分析 不過看起來好像 一個樹狀結構 一個物件結構 那你可以看到 它長得好像幾乎跟之前的那個 Python 2.5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呢 程式應該是不用 幾乎不用改 那要改的地方 主要有哪一些 第一個 就剛剛網址一定要給它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 這個名稱要不一樣 好像之前的那個 Python 2.5 就是Size 沒有Name 所以你可能不能直接引用 第二個 Pm2.5的話 好像在那邊叫 PM25 好像是吧 然後這個地方改成 UVI 紫外線就UVI OK 然後單位的話是Unit 2 還有Man 5 四